大家寫下,一想起加拿大 會想起什麼? 聽到有很多帥哥 是嗎?Louisa又沒看到嗎? 她的意思是種味很帥 很帥哥 對 活得很帥哥 我覺得這裡的民主味道最好 簡直 純粹看樣子,對嗎? 他們是否選加拿大男 不是選加拿大種 那種很文耳,又有堅持 但不好意思,好像我很研究他 對,我為何是… 你剛好今早看新聞看到,對嗎? 我真的不喜歡這些 其實很高 有漂亮,很漂亮,很漂亮 有斯文,所以你整天走出來 我覺得他們真的… 我覺得是漂亮 很有趣 對 加拿大人的血統原來自歐洲 英國 英國移民過來 對,你不知道 加拿大仍然對這個皇室效忠 是嗎? 很喜歡 對 還很喜歡英國皇室 這裡也叫B.C 對 英國皇室去到加拿大 人們都會歡迎他們 很高興,因為我來了之後 我發現他們很多時候會說抱歉 就是抱歉 他們一定很有禮貌 還有第二件事,他們很喜歡跟別人聊天 你會發現跟他們說 永遠你不會結束 你真的要做結束的 因為他們不會結束,繼續跟你說下去 是嗎?可以一直吹下去 對 挺適合做的,我們就知道 你在超市買橙子 跟你聊天 聊天很久 對,說真人 因為我跟荷蘭很相似 其實是他第一句,人們去賣東西 你怎麼跟那個售貨員說 你怎樣 一定會說我好 對,起碼會說兩句 如果你說我好害怕 會說我好害怕 你即是說我好害怕 你即是說我好害怕 那怎樣也說要很久聊了 就是要看他如果英俊 我好害怕 我好害怕 很乾淨… 很乾淨… 很乾淨 很乾淨 對不起,好… 這樣騙一下 好,Carmen 我覺得加拿大人很有禮貌 經常都會說抱歉 很少事都會說抱歉 對,即使他撞到人 也是他會說抱歉 對,他撞到人 如果撞到人,我也會說抱歉 你准許我 你說抱歉 我說抱歉 是嘉倫嗎? 不是,你說的 你說的 你不斷轉 撞到人… 這樣就很正常 不是… 你不斷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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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斷轉,你不斷轉 你不斷轉,你不斷轉 對不起… 我很抱歉,好嗎? 好,真的這樣嗎? 真的 但他們是來自真心說抱歉 是 但他被人撞,撞車呢? 不好意思,我沒計算 撞車回報 撞車不是撞車 被人撞到飛氣了之後,起床 對不起…再躺下… 懶惰有禮貌 我覺得不是 對,加拿大人真的有禮貌 真的 可能我回香港後發現了一件事 就是剛才那件事是正確的 被人撞到會先說抱歉 但為何會先說抱歉? 是因為不想犯 你不要用五個字的粗口說我 不如我先說抱歉 你已經拒絕了,對吧? 這個同一個理論 加上一個男女朋友的關係 也有效的 是,所以我跟女性朋友說 你認識一個加拿大的男朋友 放心,他什麼都會說抱歉 他挺好 對,但是真的嗎? 不要緊,但是是否真心? 不要緊 不要緊,總之結束了就算了 大家接受了就算了 他還沒了電影 你叫寶寶過來訓練一下 他不說抱歉嗎? 他經常吵架時都不說抱歉 他太真心了 說我五個字 說什麼? 我又要回八個字 加起來就開始十二個字了 所以他什麼都會先說對不起 但是是否真的真心? 我覺得加拿大人說抱歉或是禮貌 比英國人更真心 是嗎? 英國人說得來也有點… 全面的感覺 英國人也有禮貌 對不起,Law 他不是這樣說嗎? 我讀Law,對不起,Law 感覺很熟悉